在我拿到那個影片以後 然後我9月參加了我學會的一個研討會吧 就是多說南向政策 所以論壇裡面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東南亞論壇 所以他們就請我寫了一篇 就是有關幾個關鍵詞 丟給我幾個關鍵詞 然後我就要審一篇錄文出來 就是海外移民華人行程 然後也可以談女性 然後也可以談的比賽 所以在我拿到那個影片以後 我就設了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木板、芯片、亞達 就是港大公所講的那個阿達五 那個洋辦廚 所以我們方言是這樣講 然後我就談我的第一次有 就是比較有就是正式 因為我以前我做這個題目 不想要去聽長輩們說 因為他們一開口就跟你說國政 馬花有多好 那類似就是你們長輩跟你說 國民黨有多好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厭惡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都不去做這些 這方面的就是去聽也好 然後去認識也好 然後我都比較抗拒 可是後來我看了那個影片以後 我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要跳脫這一層面的那個刻板印象 然後我去做我的家族敘事 所以我在我的那個第一個小節裡面就有談到說 我童年記憶是透過那個 因為馬共嘛 所以不可以建得太好 所以我們的那個 我從我十二年住的那個房子 就是我外國的一層 我外公夾的主屋的旁邊延伸出來的 也是建得很簡陋的一個小房子 然後那個木板就是 不是像那麼就是沒有間隙的 它很多就是洞啊 然後就是你可以偷偷看到隔壁是在幹嘛的 所以我就在這樣子的環境長大 然後一直偷窺到我隔壁 住在隔壁家很無敵的那個泰國 然後我就講了我這樣子一個小段的故事 然後那個評論人是畢老師 然後他就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要更勇敢的站在別人的位置 看世界的原貌 然後哪怕那是一種卑微的抵抗 就是說我對於我家族過去那些老人的那些怨仇 然後他說但你會藉著這樣的理解 更認識自己的內戰 所以從這樣子的一個 他給我評論的當初 其實我真的是有反省 我就想說那我從小接受的華教 就是我從幼兒園就是讀那個新村裡面的 華人的那個幼兒園 不是受那種西式的那種幼兒園教育 然後一直到我的華小的那個求學階段 然後到我去念讀中 就是華文獨立中學 然後所接受到的是不是 這些論述是不是有偏偷 我就開始反省 然後我一直到後來我到中文系接受的那些 文學史觀 那是不是一種漢人的那種中心論 所以我這樣子的一個思考以後 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我的好朋友 然後裡面又有提到 一直我不想要去提的一些童年的記憶 因為我們大概是十三歲那一年就離開了 離開了新村 然後那時候是搬去城市 然後那時候離開的時候 是因為跟家族就是越來越卓戀 因為直播 直播 對因為跟家族的關係 甚至到兩年前已經完全是脫離那個家族 然後那時候也是 那個鄉村就是新村開始城市化的一個過程 就是你可以在夜市 新村的夜市一直以來都有那些喇喇 就是我們島地的食物 喇喇超規調 可是你突然間你會看到夜市有賣台灣香蕉 台灣珍珠奶茶 然後從那一個點以後開始意識到 欸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東西出現以後 那個新村的發展面貌就是一直是往下播走 就已經不是我童年那種蠢蠔的那種記憶 所以我要回去去回憶 那甚至是五歲以前的那些回憶的時候 其實就滿滿幸福的 因為我又不可以問我整部的那種 怕偶像的傷心事 所以我只有 然後我又不能問我妹妹 因為我妹妹跟我太婆好像是那種 兩個時代化台 就是茶間化台的那種兩個時代不同的 這樣子 因為我太婆過世的那時候 剛好是我妹妹出生的那一年 然後她完全是跟我的記憶完全是不相同的 而且她甚至是有點像城市裡面的小女孩 就是很雕馬 然後一點出谷 春菇的那種情況 就是不能從她身上看到這些情況 然後 所以我唯一能回憶的就是我個人 對於就是那一間房子的一些點點滴滴 然後就我想 就我後來有想起來就是我 好像有記憶中就是她過世的時候 有很多子孫來為她代孝 因為太婆嘛 然後到我是第五代 第四代 第四代 然後很多子孫以前的人都生十幾個孩子 然後我後來我媽就我說 因為我問她就是 就是問她一些娘惹有關的東西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那時候 她收了很多很漂亮的娘惹衣服 就是那個瑪珠格白一樣改良版的 然後她都不時的拿來穿 你知道過世以後 她的女兒就就是跟她分走那些遺物 但是就從此以後 其實我們家從來就沒有看過那些遺物 就有被拿出來 就是傳到你身上或者是 有人特別會想起這個太婆 可是這太婆的存在卻很吊賄的是就是 她是我就是全家對她的記憶都不太美好 甚至是用就是我外婆會用客家話反應 就是反人就是馬來人 就是很鄙視的語氣去講她這個這個傢伙 然後我從小就一直聽到她們說她是反應 然後就講馬來話 然後就是就是吃的東西也很馬來話 然後就是一種很鄙視的一種一種態度 我就對她 可是這樣就是在我跟我的那個家屬開始決裂以後 我的太婆卻是給了我另外一個很美好的一個氣點 讓我在這樣的路上去追尋 所以我開始就是在18歲那年就第一次去了 那個冰城的博物館 娘惹博物館的時候就開始對這個 娘惹文化有特別的一些就是情感連接 那這邊介紹一下就是我們那邊會一般就是 爸爸娘惹這樣子去稱呼 然後但是在學術上就是她們也有分成很多個稱呼 就是土生華人海峽華人或者是海峽土生華人 或者是直接稱她們為橋生 那這樣子的名詞比較多用的就是 新加坡新加坡他們會用土生華人國務館這樣子去稱呼 然後在那個冰城是用橋生國務館 那這方面的論述可以多去看廖監獄 那因為她是印尼人 但是她是印尼人 但是她說是蘇監獄是蘇監獄的 那她裡面就是有去理性很多這樣子的一個詞彙的流通 然後這裡就不要多說 因為真的是很複雜 那其實 妳的泰伯是指那個什麼 泰伯泰 這叫我母親的外婆 母親的外婆 母親的外婆 這樣子 妳們叫泰伯 妳們有問題的其實是怎麼直接講 阿咒 阿咒 沒有我們是叫佛派 喔 不知道 因為對我來很多是死掉的人 台灣剛剛阿咒有兩點 外婆跟內婆 為什麼分到那麼細 泰伯就聽不懂 喔 母親的外婆 不能破壞家庭亂的啊 倫理一定要正常啊 好好好不好意思 因為我從小就被教 這四個都是叫佛胎 是不是 客化 客家化 客家化 媽媽的外婆 對 是媽媽的 媽媽的媽媽的媽媽 外公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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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的媽媽是媽媽的爸爸的媽媽 對 不是媽媽的媽媽 外公的 哈哈哈哈 其實你們有問題都可以直接當場 就是自己問 因為我怕我說不清的地方 然後 在宗教上其實他們就是 一開始是沒有宗教的 就是他們很特別的一個文化點 就是在他們沒有什麼宗教歸屬 反而是他們比較信 他們所信賴的比較見識 就是在文化上 然後但是他後來就是那個 那個馬來西亞憲法以後 規定馬來西亞都要信鬼教 然後當然也很多 就是 爸爸庸亞就是改姓牽主教 這一點是我在 就是暑假的時候 有去那個 新加坡的那個 國務館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一個 很像那個 我們是神祖台 就是台灣叫神祖台吧 就是拜神的那個 那個台 然後他上面放的是 聖母聖相 就非常特別 然後而且只有一台 是在那個 新加坡收藏著 所以就後來可以知道就是 他們因為 因殖民的關係 所以就是 在宗教上有一個 這樣子不同的詭異 然後在分布上 一般來說是 就只是海峽殖民地馬六甲 一開始是道馬六甲 然後後來才去新加坡 因為是洗鎮中心嘛 然後冰城是因為 就是那邊的那個 一般是就是度假的地方 就是那種 就是別墅會在冰城 他們的那個就是二老婆 三老婆 四老婆都會鎖在冰城 所以我們那邊就有一個叫 二乃巷 冰城二乃巷 所以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然後語言上 大概大致上是分兩種 那其實這兩種我還滿 就是還滿有興趣去研究 只是一直沒有就是一個機會 在馬六甲 因為他們一開始是叫馬六甲 那他們的馬來文是有融物一些福建化的馬來文 那他到冰城的時候 是有一點就是融物馬來化的福建化 所以這兩種的差別很有趣 然後我最近就是暑假的時候又發現到 就是以前就是他們的語言就是變成 就是轉成文字的時候 是由冰城一個譯者 就是他翻譯了一套西遊記 然後那套西遊記就是 現在就是有都在展在冰城的那個 新加坡的博物館裡面 然後他的語言就是其實最福建化 然後有點像羅馬拼音似的 所以很特別他們的那個語言 然後現在保留這個語言 還滿多的是新加坡耶 反而是 然後我一直在想這個原因 那可能就是他們就是 沒有因為那個馬來西亞法 就是對這個文化有保留 甚至在他們的那個博物館裡面 就是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包括他們把就是話劇啊 還有就是他們研究就是 就是兩人的那個人種就是那個五官 有沒有怎麼樣變的話 他們都做得很好這方面 但其實他們最缺乏就是那些文物 就是你進去都其實還滿空的那個比方 對 所以就是目前新馬郎 就是兩地就是有這三間博物館 那大家可以就是我特意就是有就是 邪圖結了他的門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早期是馬路甲這一間 那這一間是在機場街 然後他原本是叫聲勢街 就是一開始就是百般牛尼亞最初的聚集 聚集地 然後他的那個外觀 就是建築物都保留得還滿美的 只是我當熟去的時候 只有幾間就是有在就是有在整修 然後就來開一些娘惹餐廳 然後這個是博物館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那些賣那種 手工衣品的店 然後 他是 原本屬於一個世家姓陳的世家 然後在1986年晚清的時候就開始就是 就是興盛 然後到後來他就轉成就沒落嘛 然後後來就轉成博物館 然後新加坡這間原本是福建人的盜南學校 然後他的那個四周圍的環境 就是很多天主教堂 所以這也是在新加坡裡面 那個博物館裡面可以發現很多 就是中華文化跟那個天主教有說結 結合的那些文物的那個可能就是 一個這樣子的原因 所以大家可以去的時候 新加坡這間很貴新必 新必換算很貴 可是他裡面的導覽員還蠻有趣的 因為他說他就是娘惹第四代 就是我遇過那麼多導覽員裡面 就是講故事講得那麼有神秘密的一個導覽員 然後他很好笑就是 因為有很多福建話他都不會發音 然後他用英文來解釋 其實解釋的很沒有味道 然後反而是我哥我妹那時候去導覽 然後我們回在旁邊去幫他補充這樣子類的 然後他們做很多就是做一些就是比較學術性 比較文化保留的一些研究 包括他們拍了很多就是想他們電視劇的時候 就有做一些服裝的調查之類的 然後他的歷史的那些爬書他們都有做 然後對阿剛剛就有提到說他的文物是很少的 就是就是他的缺點 然後冰城這一間 馬六甲這一間其實他裡面不會拍照 他知道裡面其實有保留蠻多 是比較馬來比較馬來式的一些文物 然後就有機會大家可以去馬六甲這一家 然後冰城這一家就是 如果在康偉他們去過 就是比較土豪式的 因為他原本是屬於那個賈米丹 賈米丹正經貴的家 然後這個賈米丹他曾經在 霧邊就是開採西礦 然後他就把後來他把它這個移到 冰城這條街我們叫中路 中路然後他移到這一邊以後呢 就是他是海山公司 公司就是公西各樣就是一個 房派的意味的一個組織 然後他跟異性就是有謝鬥 就是在那個博物館門前的那條街 所以很有紀念價值 然後謝鬥了以後就是他贏嘛 然後就是那就是他地盤 以前的海外華人移民就是靠這樣子去 去斬去去盤踞他們的地盤跟收那些子弟 然後他就開始就是 就是開始就是這一家的那個 算是公寓公寓式的一個修整 就是越修得越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外觀上 就可以看到很就是很多金就是金箔子 就是他的柱子很細節的部分 他都用金箔子去貼貼的很美 然後這一家很特別的地方是因為他 剛剛有說就是冰城的 爸爸娘娘比較中華文化的部分 就是站起來比較多 所以他旁邊有一個中詞 然後他的中詞就很特別的是 就是我有問那個台灣的朋友 就是你們就是那個人過世以後 就是看了那個戲牌 那個是紙紮的那種戲牌 可是他的戲牌是搭在他屋頂上 是用那個桃子去撿然後搭在他屋頂上 但是非常特別在馬來西亞 除了寺廟就是中詞來說他也是非常特別的 然後我不知道他是因為只是想要土豪式的 就是去裝飾還是就是他就是文化上 認知上可能就比較就是比較開放 所以這值得去看 然後去冰城還有另外一間也是比較算是 就是兩位建築的叫做Blue Mansion 他是一個晚興的橋務官 張碧寺的一個故居 然後那個故居的宅院很大 就是現在就是我們規劃成一條路 但是他的那個宅院的範圍是很誇那條路 就是兩個區域 然後那個的建築很特別的 就是他建築用的藍色是很特別的藍色 我忘了這景太藍藍是什麼 我忘了那個藍色 然後後來他們要整修的時候 那個藍色甚至是找不到的 然後要去大陸去調那個顏色 然後非常的明顯就是 一間是綠色綠綠的 然後一間是藍色藍藍的 然後這兩家的那個 這兩家博物館時常是作為那個 新娘新郎去拍照啊 然後也可以在裡面驗客 然後驗客我以前問的行情是 大概一個晚上十萬塊台幣吧 十萬左右之類的 就是土豪才能去